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美国突然关闭北京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让北京真是吓了一大跳 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完全没有预先料想到的黑天鹅世界 虽然说北京作为反制报复 他们也关闭了美国在中国成都的总领事馆 但事情并不是就此就结束了 于是人们就纷纷的猜想 中美对峙的下一次黑天鹅 它会从哪儿飞出来 这次美国撤离成都总领事馆之后 北京外交部用几分得意的口吻声称 我们是从正门进入的 是光明正大接管的 为什么北京外交部要强调 他们是从正门进入的 北京在发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们还特别附加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路透社的照片 上面有英文写着 在中国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之后 相关的美国人员撬开后门进入休斯顿总领事馆 所以北京方面就想强调 他们是从正门进入美国的成都总领事馆 而他又强调说 美国是从撬开他们的这个休斯顿总领事馆 是从后门进去 好像这就显得北京好像是比美国 他们更是堂堂正正 显得北京在这件事情上占上风了 北京的外交部门越是强调 他们是从正门进去的 反而越显得他们内心的空虚 因为总领事馆关闭之后 里面是空无一人 也就不存在你是走正门 还是走后门的礼仪问题了 美国方面至少于选择撬开后门 第一是因为北京领事馆人走的时候 他们把门都锁死了 美国人只好把门撬开进去 如果要撬门的话 你撬开正门的破坏性比较大 将来你修复也比较费钱 撬开后门破坏性比较小 也容易修复 所以美国不过是选择一个 破坏性比较小的进入方法而已 这件事情绝不能说 北京就因此 他从正门进去就占什么上风了 而且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视频 在7月27号上午 美国在关闭成都总领事馆的时候 还举行了庄严树木的简短抑管仪式 美国海军陆战队警卫队驻中国成都分遣队的三名士兵 降下了成都总领事馆悬挂的美国国旗 折叠好之后就交给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成都分遣队的队长 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说 我作为分遣队的队长 并代表海军陆战队警卫队驻中国成都分遣队 我在此正式将我们的国旗退役 并将其成交运营 以此标志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关闭 美国举行的这个闭管仪式虽然说非常简短 但是气愤庄严树木让人看了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北京驻休士顿总领事馆关闭之后 先是休士顿的总领事声称他们是不承诺关闭领事馆 说他们还要继续开门 最后他们走的时候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 悄悄的就把大门手上的走了 好像灰溜溜的逃走了一样 另外在7月27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之后 一名中国工人就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大楼的门前 就栽除了领事馆的徽标 而且他在拆下来之后还要对美国的国会踢一脚 这个举动就引起了大量中国网民的欢呼 引起一片高丑 这样一来呢 其实啊在中美双方在关闭使馆的面子方面 北京又明显输了 你一看双方的这个人的这个素质就是不一样 美国关闭休士顿总领事馆这件事情啊 可以说对北京他的信心和底气打击都很大 所以呢 北京的不少学者认为啊 中美关系是进入了全面对立的阶段 因为大使馆和领事馆是两个国家外交关系最起码的一个平台 在一般的冲突情况下 两国都不会轻易去关闭对方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 我们看这一次中印边境冲突 印度方面死了20个人 北京方面伤亡人数至今都没报道 但是就在双方边境冲突已经死了人的情况下 中国和印度方面也没有说关闭对方的领事馆 因此我们看这一次美国主动关闭北京的总领事馆 就是代表美国对北京已经有非常大的敌意 因为关闭对方的领事馆就是要降低和对方的交流 降低和对方的外交关系 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友好的表现 这次北京虽然进行了所谓的对等反制 也关闭了美国在成都的总领事馆 但这样做他不但没有能够解决美国对北京的不友好和敌意 反而是加深了美国的敌意 必然会引来美国下一步的动作 那么现在北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就是川普总统他是不按规矩出牌的 过去川普出的牌基本上北京都是做着无法预测的黑天鹅 所以川普下一步他将出什么牌 现在北京也正是在民事苦想 他们希望能够事先预测而采取什么对策 有人预测川普将会关闭更多的北京在美国的总领事馆 但这样做好像不太符合川普的风格 因为关闭总领事馆本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你关闭一家就够了 关闭更多的总领事馆和关闭一家 它的效果并不会差很多 所以川普下一步的动作下一张牌 应该是一个全新的黑天鹅 不应该是再继续关领事馆 也有人认为川普的下一张牌 就是要对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岛礁 进行军事袭击或者进行导弹轰炸 但是这个猜想可以说也是不太靠谱的 因为现在美国并没有必要对北京直接动用军事的手段 中国的孙子兵法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这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最上策 所以美国动用武力和北京去直接对抗 绝不是上策 不用武力把北京打趴下 这才是最上策 美国现在完全是有能力 不要动用武力 只用它的经济力量和外交力量 就可以把北京打趴下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 他们的最上策都不是直接使用武力 有人或许认为美国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到南海 到了7月份 美国双航母编队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了两次的军事演习 这个就是好像美国要在南海动手的预兆 其实不然 孙子病伐 他也说得很清楚 叫做兵不厌仗 声东击西 美国真要在南海动手的话 他们就不会大张旗鼓去出动什么双航母编队到南海去演习了 而是会来一个突然袭击 让北京叫做防不胜防 美国派一个双航母编队到南海去不停的搞军事演习 他主要就是警告北京不要在南海情绪妄斗 不是真的是说美国要在南海和解放军动手 所以美国在南海的双航母编队 其实叫做声东击西 虚晃一枪 除非是北京主动向美国的军舰开火 美国军舰是不会主动攻击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岛礁的 美国对付北京的最上策 一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派 另一个就是外交方面的外交派 在外交方面其实美国可以动用的派很多 比如说台湾派 其次还有日本派和越南派 因为日本和越南跟北京都是有领土争议的 过去美国在双方领土争议的问题上 都是保持一个中立态度 那么现在美国可以改变态度 他支持日本或者越南的领土要求 这样就可以对北京造成新一轮的外交打击 台湾牌当然是美国手里更厉害的牌了 美国可以提升和台湾的外交级别 可以和台湾建立某总军事关系 甚至派美军进入台湾等等 这样对北京的外交打击那都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也正因为台湾牌力道非常大 美国也不会轻易用 到关键时刻他才会用 在经济方面 美国对付北京的手段当然就更多了 美国已经对北京发起了关税贸易战 这个关税贸易战对北京其实还不是很致命的 最致命的就是金融战 如果美国要对北京发起金融战 就可以足以摧毁北京的对外贸易 直北京的经济陷于瘫痪 所以美国在手上有这么多牌的情况下 他绝不会直接去动用军队和北京对抗 除非北京主动去攻击美军 否则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 也有人认为呢 虽然美国不会主动在南海发动军事进攻 但是北京会不会所谓叫铤而走险 破罐子破摔 他们豁出去或在南海和美军干一场主动对美区发起进攻呢 这样的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排除 但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现在北京还在试图挽救或者想要挽回中美关系 如果北京主动在南海向美国发起军事进攻的话 那就意味着中美断交啊 就成了军事敌对国了 中美关系是不可能挽回的 我们看现在北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 表达他们希望想要挽回中美关系 希望中美能够重新正常化 希望中美重新友好 所以我们看北京希望挽回中美关系的心态来看 他们也不可能主动对美国发起军事进攻 当然了 就是北京啊 他要想发动军事进攻 对美国进行主动攻击 就是一个自杀 不到一个非常非常的时刻 北京也不想这么做 所以目前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所以要预测川普的下一张牌 应该就是一个外交牌 可能是在对台湾关系方面会有什么动作 也就是说呢 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升级 这样呢 就会对北京造成很大的刺激 很大的打击 而且呢 这样又可以在美国方面呢 就是川普可以表示他对北京很强硬 这样就可以让川普赢得更多的选票 这次的美国大选呢 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两个人的竞选的焦点 就是在对待北京的态度强硬上 双方都在强调 我对你 我对北京的态度比你更强硬 我是对北京最强硬的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 川普启用台湾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当然了 川普直接打经济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据说呢 中美双方在8月份要举行一次 关于落实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会晤 如果这时候美国表态说 说北京没有能够按照协议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那么就意味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作废嘛 那么等于这样 那中美贸易谈判就回到了零点 美国又要恢复对北京加征高额关税 川普打这样的经济牌 他的威胁性虽然很大 但是呢 目前美国本身的经济情况很糟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川普未必会轻易动用经济牌来对付北京 所以说川普的下一张牌呢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要动外交牌 那么动台湾牌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但是川普这个人也是所谓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所以预料他的下一步行动确实也是很困难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 他们是表示啊已经决心以下 可以说绝成而去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